根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,日本海上自卫队禁机秘密派遣潜艇在日南允许下停扣在日南港口,并与此前日本防务省派遣出种航母加贺号在13日在南海会合,两个大家伙随后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反潜演习训练。 尽管以前日本也在南海进行过类似的军事演习,但是派遣潜艇进入南海演习,还是上述首次,况且还是在9.18,这个敏感的时间点,其中的意味而脱文浓厚。 而此前美国才派遣了军舰进入了中国南海每季到12海里范围内,宁国军舰也进入南海海域走了一圈,此前交贺号也平行现身南海。 如今加贺号又和日本潜艇再次进行演习,到底是何居心呢? 第一,讨好美国,在东盲多国都罕见没有发生的情况下,美国却频频挑衅中国南海问题,无疑是想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,试图将中国海军合围在第一岛月内。 而英国、日本的行为无疑是在讨好美国,随着中国海军实力飞速提高。 尽管和美国还有巨大的差距,也没有和美国航母舰队一样巨大的海外扩张能力。 众所周知,南海堪称中国的后花园,但是多个域外国家,特别是如今的日本都想来自由航行一番。 这种挑衅行为,实际上,是对中国忍耐力的考验,结果是得其反破坏双方的关系。 第二,日本的东南亚策略,伴随着安倍晋三上台,日本试图提高其国际影响力的动作便从未停止过。 在东亚难以拓展的情况下,提高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,也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。 目前日本正在加强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,大量的日本企业开始在东南亚投资建厂。 一是因为当地林亚的劳动力,二是为了提高日本在当地的话语权,间接提高国际影响力。 第三,日本的强军策略,自安倍晋三取的连任后,就对外宣称其间致力于修改宪法,尽管日本的军事技术十分先进。 但是,爱于和平宪法的制约,日本要想取得进一步无疑是南上加南,在这个瓶颈之下,修改宪法,解除武器制约,无疑是必然选择之路。 而日本讨好美国形容这一部分原因,毕竟美国要是不点头,日本想要修宪加强军事实力,无异于是人说梦。 但是伴随着中国的军事实力崛起,尤其是海军实力的扩张,美国很可能就此解除日本的武器禁令,来达到互相制约的效果。 这已经是美国的一贯手段,但是美国无法预测的是,日本在修宪以后,是否能够制约中国海军的发展。 这是个问号,除此之外,倘若日本以后真正壮大,是否会威胁到美国太平洋霸主的地位? 这也是个问号,因此,即便日本修宪,也很难彻底放开制约。 只不过从这个瓶颈到了另一个瓶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